9月10日是香港进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第10天,也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伍与火眼实验室进行检测工作的第10天。 检测队伍共检测115万个样本,找出了19宗阳性个案,检测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当天,香港15名立法会议员及5名医护界代表前往支援队驻地进行慰问,并向他们送上新衣卡支鞋。 位于中山公园内的火眼实验室建成后,大大提高了香港的新冠肺炎检测能力,从每天不足1万人次,提至目前每天最高可见50万人次。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级卫生局前局长、中国香港医疗卫生学会会长高永文指出, 这样的成果有赖于内地400多位专家和临床检验技术人员的辛勤付出和高标准的筹备工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现场去帮我们市民采样的这些医护人, 其实不是每天都拆做这些工作的, 所以在这个防护医护的佩戴和摄取和怎样正确的拿这个检测的样子呢, 其实都要,都要经过一般的这个团业,团业的。 香港立法会议员,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一表示, 非常感谢支援队的到来,为了帮助香港抗议, 他们放弃自己的个人安逸,争分夺秒,为香港市民检测, 他们对香港的贡献非常重要。 我们在计划中的港汉马,健康马,污润,污润, 而现在在跟外地和内地相讨中的旅游气泡, 上路气泡,体育气泡等等, 都有赖于这次普及检测计划的成功。 在慰问现场,各个议员代表带来了香港市民精心制作的卡片和小礼物, 上面写满了大大小小的谢字。 他们说,香港市民除了欣喜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成功, 更多的是对支援队伍无尽的感激。 在市民制作的漫画和卡片中, 逆行赴港检测队的队员们是和平时代的新英雄。 对于香港议员代表及医护代表们的关心和慰问, 支援队队员们表示非常感动。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改局副局长,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总队长李大川指出, 检测队员因为工作强度大, 亦感到责任担子重, 很少在讨论工作时展现出灿烂的笑容, 但因为有了香港各界及香港市民的问候和用心制作的小礼物, 让队员们感到很温暖。 我一定把大家对于支援队的感谢转达到每一位队员, 让每一位队员都能感受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香港是得到我们广大健康支持的, 我们有一个共用的目标就是来战成一起。 第三个就是我也表达了看, 主机核酸检测计划进行到第十天到十四号结束, 还有接下来四天的坚固的工作, 我们一定能带领我们各个队员, 慎重无使, 继续正本罗缪完成好核酸检测的工作, 帮助我们科学状况早日站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